欢迎回来 这里是江苏卫视新闻眼 我们接着来为您探秘今年的江苏卫视龙年春晚 这春晚上挑选歌手有一个原则 那就是一 要观众爱看的 另外就是要观众想看的和没有看到过的 因此被各大媒体视为黄金招牌的李宇春 也要首次在江苏春晚舞台惊艳亮相了 而且他还带来了自己上一部电影的荧幕情侣 陈坤 两个人都深情合唱 这个我想象不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望再次突破周世新闻 王混搭是我们江苏卫视龙年初晚的最大亮点了 那现在舞台上站着的这两位 就绝对令大家是意想不到了 他们就是在龙门飞甲中扮演情侣的李宇春和陈坤 他们两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就让大家一起静静期待吧 有别于电影中只谈买卖不谈感情的分手情侣形象 录制现场的这两位显然更有默契 不仅选择了同样帅气的黑色打扮 还时不时来个低头而语 细微动作真是惹人狭想 如此款款深情 演绎经典老歌叶莱香 配合悠扬曲调自然是浪漫至极 看来这回在江苏卫视的春晚舞台上 人家注定是只谈感情不谈买卖 其实之前 李宇春一直被默认为湖南卫视最大的秘密武器 本人也鲜少亮相在其他电视台的大型晚会 此次能够力邀加盟 江苏卫视可谓找到了一张王牌 而经过反复彩排 春春的最终亮相 相信也一定会充满惊喜 至于侧脸无死角的陈坤 似乎更是要在年底过足唱歌饮 带着专属耳曼 一口气就来了两首赌场 而且曲目保证不合央视春晚撞车 同样都是男人 看到陈坤 我只能说这个羡慕嫉妒恨 不知道你有没有一样很期待呢 有没有 有没有